Hello大家好,我是小陈 今天给大家聊一聊万元表的风鸣档 因为这个档文用的特别多 为什么聊这个呢 就是因为有好多粉丝朋友在问我 这个电阻短路 其实这个说法是错误的 电阻没有短不短路一说 短路的话只是针对晶体管 针对电容这些 那么我们这个风鸣档 在测量这个电阻响的时候 那就是证明这个电阻是坏的 那并不是 因为我有好多网友 特别是发充电器维修的过程中 他说不是有一个十几欧的电阻 就是开关管积极的一个十几欧的电阻 你看以我这个为例 我这个是上了一个十欧的 之前给大家修的 那么我去用万元表测的话 他是响的 那是不是说是坏的 那就并不是 大家对这个风鸣档还是没有理解透 那么以我这个万元表为例 我记得我这个万元表来是什么 他是说两点之间的这个电阻值 在低于50欧的时候 他才会响 那么如果是100欧 那么他就是不会响的 我看这个 我这也以为电阻比较大 当然他也看不出来阻值 我就不跟大家演示了 那么就说我们用这个风鸣档去测试的话 如果这个电阻的阻值本来就小于50欧 那么他肯定会响 这不很正常吗 是不是 你看我这个电阻是1欧的电阻 那就会响 是不是 并不是说这个电阻 用这个风鸣档去测 他在响的话 就是短度的 电阻没有短度 这样一说 电阻损坏的话 第一是开路 第二是阻值变大 之前也跟大家说过 这个电阻在载路测量的话 只要所测的这个毒素 小于这个电阻所标的这个毒素 这个阻值的话 那么我们99%的可以认为它是好的 因为这个电阻阻值变小的这种情况 有是有 但是非常非常的少 那么假如说我们这个电阻 假如说是一个两颗的电阻 是在路 我们去用这个万元表的电阻档去测量 如果测量它只有1.9颗 1K 甚至1.5K 那么可以证明它是好的 那么如果这个电阻是1K 我们在两点之间一测 在电路板上测的话 那么这个选色阻值 永远大于2K 3K 4K 5K 甚至更大 那么肯定这个电阻 我们就要拆下来 进一步判断 有可能就是这个电阻 坏了 那么现在主要是跟大家说 这个电阻没有短路这一锁 这个电阻要测量它的准确性 必须把它这个阻值 通过这个射环 把它读出来 是多少 你像我这个是10欧 那么我们10欧的话 我们用这个封面量 它也是会响 对 时候 你像我这个是 这个是22K 那么这个封面档 就肯定测不出来了 但是我们用这个电阻档 都可以测出来 它是一个22K的 22K的 那么所以说 我们测量这个判断电阻的好坏 就是根据它的阻值 测量它的阻值和锁标的阻值 是一样的就可以了 然后就注意一下 这个封面档的利用 它是以我这个万语表为例的话 它是低于5时候会响 它主要是用来判断两个线路之间有没有导通 或者是不应该导通的地方有没有导通 应该导通的地方导通了没有 可以这样说 好 那么本期视频给大家分享到这里 喜欢我视频朋友 点赞关注和转发 我是小冲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